巴萨足球学院云南项目依托高原特色和区域地缘优势 同时布局昆明、丽江、玉溪成江浮仙湖三所学校 项目引进世界一流足球品牌 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清训体系 重点培养4至14岁青少年的足球兴趣 提高青少年足球运动技术水平 培养青少年足球后辈人才 近日,记者探访巴萨昆明足球学院 用镜头记录下中国青少年在学院中如何训练 记者在训练球场看到 在当地教练员的指导下 参训青少年们在场上积极奔跑 传球赦门,丝毫不懈怠 来自西班牙的技术总监 则在场边时刻关注训练情况 并适时给出指导意见 有很多不同的不同 一种最重要的不同 我们希望我们为参考到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 在聚中拳上心的问题 在场上有一个问题 在场面中 他们要想要想要辜 cabinet 去取决方案 应该要确定了 他们辈цы 但是我们有些运动 我们有些兹员 在教育中的教育中的教育中的教育中 第一,孩子们在肩膀上的肩膀 可以学习的肩膀 第二,孩子们在肩膀上的肩膀上 是最好的解答案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可以学习球 可以学习球员 但他们也会学习球员 因为他们会有更多信心 更多自信 所以他们可以学习 最大的事情 据介绍,目前巴萨昆明 丽江足球学院落地且开局稳健,发展向好 巴萨昆明足球学院现有130余名球员 巴萨丽江足球学院现有80余名球员 通过将巴萨全球领先的足球教育体系 净训水平与云南独有的四季试训的气候优势 高原训练优势相结合 将为云南省乃至全中国的足球产业发展 创造动力和机遇 据悉,2019年7月,巴萨足球学院将在海南省海口市组织第二届中国杯赛事 云南项目U8、U10以及U12的小球员们将受邀参加 届时将有来自昆明、丽江、海口、成都、青岛的队伍参赛 新加坡巴萨足球学院作为特邀国际足球学院也将派队伍参加本次比赛 中国区巴萨足球学院代表队以及新加坡足球学院代表队也将与海口当地足协梯队、清训智乐部梯队以及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进行友谊赛